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因為一起讀 非常謝謝Pinocchio提供了這個題目給我 我就愛做這一種可是世界上永遠不夠這樣的題目來讓我做 就很好玩的 Trending 的東西然後可能又蠻荒謬的 甚至帶一點髒髒的色情的 我都覺得無所謂 好 所以他的標題說的是 People are flipping out over the revelation that avocado tastes exactly like clean penis flip out flip是這個動作 可是flip out講的是人的一種行為就是 What 整個翻掉就flip out 所以網路上的大家們就是大家都瘋狂了 over什麼事為了什麼事呢 Revelation Revelation就是聖經裡的啟示錄就叫做Revelation 所以就是這件事情 原來是這樣 這就是一種Revelation 所以既然這個Avocado就是酪梨 好像也叫做牛油果 吃起來像是乾淨的雞雞 OK 所以大家對這件事情這個Revelation Oh really 大家就覺得flip out 就整個瘋狂了這樣 對不起喔 來 所以下面有個小標題 No we're not OK 我們得知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OK的 所以這個比較會給人家什麼感覺呢 OK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我覺得有點廢話 不過我覺得這個人寫著的方式我蠻喜歡的 他就會有一個圖 有一個梗圖 然後前面鋪成一點點東西 所以我還是說一下 他記得這個美好的老時光 I remember the days when internet trends were as simple as what colors are this dress or avocado toast is so good 這一類的 所以他記得這些美好的時光 就當網路啊 網路上的這些潮流上的東西 這些trends 就跟以下這兩件事情一樣簡單 第一個事情就是 這個衣服是什麼顏色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曾經有這個很大的很長的一個爭論 就是這件衣服是什麼顏色 你看一下這個 有沒有記得 很多人說這個當然是白色啊 不對這是藍色 我現在看起來覺得他是藍色 but 我有點忘記他的真實答案是什麼 好總之這個不要扯了 這已經好像有答案了 所以以前的網路就只有這麼簡單而已 這麼單純 很OK啊 或者就是avocado toast好棒 什麼avocado toast我記得有做過 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人世間真的 小小的那種 小幸運小確幸有沒有 就這個酪梨吐司好棒棒 吃到這個就好開心 這就是酪梨吐司 avocado toast 這又很厲害 好了隨便 好 所以以前的網路就這麼簡單 然後他還強調了 在以前的我呢 噩夢少很多 I had way fewer nightmares back then 但是現在 都不一樣了 OK 所以2021年了 他這邊有個影片 我不想點開 總之就強調一下 2021是一個瘋狂的一年 好 所以 當以下的影片出現在他的TikTok裡面的時候 so when the following video popped up popped up就出現 蹦出來 在我的這個抖音裡的時候 I was disturbed 他就覺得 蛤 怎麼會這樣 disturbed but not surprised 可是他還不驚訝 因為你知道2021就是神經病的一年 所以他被這件事情就有點disturbed 可是not surprised so by the latest realization making its way around social media 所以被這個最新的這一個 突然間頓悟了解 realization 那這個realization 正在網路上 這個 到處散播著 所以making its way around social media 所以make make一個東西就在一個地方慢慢的傳播傳送出去 make its way around什麼東西 算是個片語 ok 所以他簡單的說就是people are saying avocado吃起來像乾淨雞雞 好啦 sure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乾淨雞雞吃起來什麼樣子 因為我也不是同志 是也沒什麼了不起 但我就不是 或許pinocchio你可以告訴我 乾淨雞雞吃起來是什麼樣子 因為我知道你是 你也沒有對這件事情感到不好 有什麼好好好 值得遠遠的就是 so yeah I admire that actually 好我們來一起看一下好了 就是他原本的這個影片 雖然是個源頭嗎我也不知道 好影片其實就在這裡 剩下的時間就是他一直在那邊演 演這個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oh my god oh ok 多麼震驚 所以他下面還有一個就一些這個 一些hashtag avocado no thank you 不要喔 I'll never know peace again 他從此就無法知道 什麼叫做內心的平靜了 他的內心已經平靜不回去了 I'll never know peace again 你讓我知道這麼一個disturbing的那個information 新的revelation Alright 下面這一段大概還好 沒什麼值得說的 我們來看在下面的一段 你看他剛剛有 插題一下 所以他這裡強調一下 I digress digress這個詞就是 插題了一下 這個在託服裡會出現 對不起講這麼涉嫌的話題 突然間跳回了託服這麼嚴肅的題目 digress這個詞有時候託服的考試 聽力會聽到 就教授在那邊講一個東西 然後你仔細聽 然後突然在那邊插題 插題之後就插回來 插回來他就會說一下 but I digress Let's come back to the topic OK 所以digress就是插題 所以不要把唸成degress digress 好來 那再看下去 所以 他這裡說了 他開開玩笑 如果說你今天clicked out 看到他這一個 post 那是因為你 從來不是沒有吃過雞雞 或者是你想要我個人的一些opinion的話 so if you clicked on this post because you've never tasted a penis before and you wanted my personal input or personal opinion you're shit out of luck 所以你是 沒有辦法知道的 you're out of luck 你是運氣沒有 OK you're out of luck out of luck 然後強調加一個這個 髒話在裡面也沒關係 you're shit out of luck 然後他說我非常single 所以其實我們也看不出來他到底是 男生女生 因為不知道他是 男生女生 就生理男生女女 吃不吃雞雞不知道 I'm very single and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clean penis was on the menu 所以對他來說 這個乾淨的雞雞 已經沒有出現在菜單上很久了 因為single很久嘛 sure 所以他這個 記憶很差 所以記不起來到底什麼口 什麼味道 my memory is terrible and the only avocado I have is obviously a rotten one 所以他唯一 能夠做比較的avocado 就是已經壞掉了一顆 然後三個禮拜前買的 然後懶得去丟掉它 so obviously a rotten one I bought three weeks ago that I'm too lazy to throw out sure 那下面這段我覺得就比較有趣了 All I know is one of the two doesn't taste great and 所以我所知道的就只是 one of the two doesn't taste great 這兩個中間的其中一個 吃起來不好吃 你會想那是哪一個 他指的就是雞雞啦 雞雞不好吃 OK One of the two doesn't taste great and often ends with something that tastes even worse 而通常那個結尾 吃這個的結尾 還會有某個東西吃起來更糟糕 就是你的雞雞生出來的那個東西 OK so one of the two doesn't taste great and often ends with something that tastes even worse 你大概懂了 那另外一個 就不錯囉 avocado the other is the key ingredient in guacamole 這個字叫 是什麼東西呢 他後面一個 愛心眼睛 Guacamole就是 這碗眼 OK 是一種沾料 那他主要的成分 應該就是avocado 酪梨 所以我們會沾 像是這種 就是沾這個 玉米餅之類的在裡面 Sure Alright So I prefer for these gustatory experiences to not be conflicted 所以這個gustatory的意思是 味覺上的 所以他就比較偏好 讓這些味覺上的體驗 不要被合併在一起 OK 所以 講得還不錯 我覺得他寫的這個 文字功力蠻好的 所以gustatory 味覺上的 然後這個 conflate 他的意思其實就跟merge有點像 他算是一個 兩個字是同意字 互相解釋彼此的 OK 不需要兩個東西 conflated Sure Alright 所以他想要講到他 找到他這個原本 這個 這個idea到底是哪裡來的 所以 Do a little digging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I do a little digging 就是我自己去查找的 調查一下下 挖掘了一下下 I did a little digging 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一些 另外這個影片我剛看了覺得不太好解釋他說真的 但不管了 來 然後接下來呢 他這邊有看到一個 2019年的 這個人說 Avocado tastes like clean dick pass it on pass it on 把這個我現在講出來這件事 傳下去吧 所以他在推特上找到的這個是19年兩年前的事情 Sure 然後再來 if you or someone you know was the original mastermind behind this 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好這個 兩個片語看一下 這mastermind 理解就是什麼什麼背後的手腦 所以mastermind這個詞下一個字往往接的就是behind 就是背後 OK 所以像例如說 那我舉個例子來看好了 假設我今天去綁架了一個誰好了 然後我就被抓到了 然後你看 所以新聞就會說 Paul is the mastermind behind the kidnapping 大概這樣就可以 OK 好所以 如果你知道 誰是背後的mastermind的話呢 那你現在就說吧 否則的話 那以後就不要講了 所以這個片語叫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這個通常是在婚禮裡面講的 我相信你可能看過一些影集電影之類的 結婚了然後牧師就會說 有人反對這兩個人結婚了現在說吧 那你要是現在不講以後就不要講 所以這個是 這邊有個典故的 所以這個就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OK 好 所以這個片語沒什麼問題 so anyway 然後 後面就有一些其他人的推特的這個推 一折一折的推 so ever since I found out avocado tastes like dick I can't stop eating it 哈哈 這好像是個女生 然後我覺得她蠻幽默的 自從我知道了 avocado吃起來像雞雞之後 我就停不下來了 我就一直吃 喔 cute OK 然後再來 avocado tastes like fresh dick I'm talking right out the shower OK 所以這邊其實是有個不要臉法但不要管它了 所以說的是 avocado吃起來像是新鮮的雞雞 我的意思就是 從shower出來的超乾淨的那種雞雞 so I'm talking right out the shower 那麼乾淨 這樣子 Alright 然後 Somebody said avocado tastes like clean dick I'm trying I'm just trying to see some 這個RQ是什麼 RQ是Rage Quit 我剛剛找一下 這個Rage Quit是什麼 打遊戲的時候 怒退 突然間你 被人家 五連殺還是吃的 不完了 怒退 所以這個叫做Rage Quit OK 所以這邊講說 有這個概念喔 我要來看看是不是有很多人來 要開始來Rage Quit 就是 就是生氣到說他媽的以後不吃了這樣子 OK Rage Quit So one time I read a tweet saying avocado tastes like clean dick And I haven't known peace since 這個是有點類似剛那個女生的影片 所以從我知道了之後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內心的平靜 I haven't known peace since Sure OK 好所以這邊 就結束了 希望你加點喜歡今天的這個介紹 那我也不知道 我是覺得這個蠻好玩的吧 Avocado tastes like clean dick Anyway 謝謝Pinocchio給我的這個idea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2021吧 daddy 규 小朋友 美國